古人虽然渐渐地远离我们,但是古人智慧,却融入我们的生活,它是真知灼见的远见,它是条条小溪会成的滔滔江河,no1点明朝手表,三河图里挖出的陪葬物,有个像手表一样的戒指,但是这个墓是明朝的一个王爷的,no2点唐朝法王。 哎,想当年真的就是中国引领朝流啊,no3点王莽时期的卡齿,和我们现在用的几乎没差而且我觉得古代那个更人性化了,no4点唐朝提包,跟黄壁画中的十七窟唐侍女,看这唐朝提包,这形状这花文泽泽,我们的祖先真的引领了几千年的时尚啊,太有才了。 no5点发型 这几位东晋艺术家的发型,真是太不羁了,全面超越现在任何一位艺术家。 no6点南宋球靴 这双南宋球靴,用牛皮制成鞋面,在鞋底上钉上圆头铁钉,向外突出,很按摩,再涂以捅油,使之不漏水。 不禁让人感叹其公益之精湛,足球鞋还带钉子,跟现在的异曲同工啊。 no7点古代Taxi记理古车 汉代有种马车,车上站有牧人,手中握有骨锤,马车没使致一定礼数。 牧人就会挥动骨锤,敲响前方的小骨。 古代称之为记理古车记成车啊,还能记力成按公里算钱。 no8点全民内衣外穿 内衣外穿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看这才叫壮观。 全民内衣外穿的时代 no9点古代冰箱冰府 战国时代的冰箱,1978年出土两件战国曾侯以储慕冰府 no10点隋唐为貌,用于遮挡封尘 身上还是无袖装如今少数民族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传统 no11点隋朝背带裙 no12点环保袋 这个陶勇拎包的姿势环保袋 LV经典款 手提拎包 简决大方明了 最重点是 这位陶勇MM还穿了T恤 no13点战国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水晶杯高15.4厘米 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 出土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长口 斜壁 远底 身足外撇 素面无闻式 透明 气表筋抛光处理 气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 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保用器皿 国内罕见 no14点头巾 对了 就是这样的东京护士正头巾 no15点簇巨 簇巨在宋代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出现了行会性质的全国专门的簇巨组织奇云社 它是宋代的居客 簇巨一人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 和提高记忆组织起来的行会 是当时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世界杯为什么不叫咱们中国 没中国还叫世界杯吗 几千年让你们练球 还练出这德行 no16点这个是啥 说出来下话你 高跟鞋 十四世纪 最早的高跟鞋 源于中国明朝 为明朝实心的女鞋 女鞋底后部装有四厘米至五厘米高的掌圆底根 以丝绸表果 北京定陵出土的尖足凤头高跟鞋 制作十分讲究 北京定陵层出土尖像凤头高底鞋 鞋长十二厘米 高底长七厘米 宽五厘米 高四点五厘米 no17点坡 跟鞋鼻祖 看这刺绣 看这新潮的设计 看鞋底的细节 no18点战国时期的皮踏铝 皮鞋皮鞋 这真的是皮鞋啊 想不到老祖宗已经如此潮流了 no19点银首人永同登 战国公元前475年 公元前221年 高66.4厘米 1976年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中山王 木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大家注意发型 对 日本的河服还有发型 完全承袭了我们战国时期的服饰打扮特点 悲哀啊 no20点零代坦克 因为找不到文物的所以用了张巨照 这个坦克 也就是七级光载级周造的偏乡车 其建立的狙击营中的战车部队 简直就是类似于现在装甲战车部队 车营边关兵 3100余名 佛朗基炮256门 大家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 每车营有战车128辆 每辆战车配有佛朗基2门 鸟冲4杆 火箭首4人 平均每12名士兵 装备一门火炮 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 可以终日不停 骑营边关兵 约2700名 装备有60门火炮炮 no21点类似煤气灶 那些无法用诚实解释的古代发明 商代副好目出土三连眼 类似现在的煤气灶 独一无二的复合吹具 no22点明朝的毛笔 啊 我们现在用的水笔什么的都是他的后代子孙 no23点次清管 纹身电 no24点个 考古人员在秦陵挖掘的宝剑 旗舰到现在还是锋利无比 原一是剑锋上面覆盖了一层个 听起来不算神奇 但是人类直到1938年才发现了个 可是几千年前我们就能成功应用个了 no25点看标签半盒半盒半盒 no26点烧烤炉 古人老早就开始吃烧烤了东汉又桃烧烤炉烧烤历史远远流长 上面放的是骂炸猛 no27点菜猪人员天公开悟 看看他们的装备 有氧气罩有潜水服 高科技啊 no28点纺织 古代纺织技术之高超 我们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汉马王堆那件著名的 能塞进火柴河的沙衣不说 初中历史课本小字里介绍过 说是一个胡人建唐朝官员 发现人家沙衣下有科制 在买沙衣精致 于是官员哈哈一笑 给他一束 共六层沙 胡人就立刻嗷死了 no29点琴带鸭子形状的七勺 竟然只是个勺子 no30点到了明代 冰箱成了这个样子